她是全网最牛掰的小女孩 每天不是骑着狼溜弯 就是拿狼出气 心情不好就来上几巴掌 估计狼心里在想 好歹我也是草原霸主 给点面子行不行 你这样让我很难做啊 这个女孩名叫小英 每天都把狼制的服服贴贴 心情好了就给她来个爱的亲亲 在小英眼里 这哪是一只凶狠的恶狼 分明就是一只看家护院的狗子 那么为什么这些狼这么惧怕小女孩呢 谁能打出这个字 我立刻去活捉老巫婆 从她的父亲口里 我们了解到 原来一次上山砍柴时 父亲无意间发现一窝小狼仔 在雪草窝里冻得瑟瑟发抖 而他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 看着可怜巴巴的一窝小狼仔 父亲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把狼仔们带到家里饲养 所以从小的小英 就陪伴着小狼仔们一起长大 经常给她讲漂亮国的各种强盗行为 还有老巫婆去弯弯的流氓行为 平时就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玩伴 长大后的狼仔们 更是对小英服服贴贴 就连他的父亲都没有这个地位 态度不好时 就冲父亲呲牙咧嘴 看到记者前来采访 更是露出凶狠的表情 把记者吓得连连后退 父亲看到 对他并不友好 就使出了自己的杀手紧 牵来了一只大白狗 本来这算是送上门的狗肉 然而狼群看到这只狗子 居然都表现得十分乖巧 为何就像是学生看到了老师 一点都不敢嚣张呢 原来这个大白狗是他们的奶妈 狼仔们从小吃他的奶水长大 所以在他们的心里 大白狗就是他们的母亲 直到有一天 狼王总是坐立不安 看起来十分浮躁 给他肉也不吃 父亲和小英就决定 带他去兽医诊所检查 用热诚像才发现原来是母狼 怀孕了 这下小英高兴坏了 心想又可以帮忙照顾狼仔了 甚至还拉了几车子的稻草 给他做狼窝 可是狼天生生性多疑的性格 决定还是自己建造狼窝 于是就狗刨式的挖坑 公狼看到后 就让狼妈休息 自己来干 不过后来小英父亲发现这个 挖了七八米的深洞并不安全 一旦分娩时发生意外 就很难帮助狼妈 于是就用铁网给狼妈圈了 起来 不过最后 狼妈还是顺利的产下狼仔 小英和父亲也尽心的照顾他们 看着狼仔们茁壮成长 他们也都很开心 果然只要投入了感情 哪怕是冷血 凶狠的狼 也会把你当成好朋友